杨明海外的本地歌手光良 睽问五年在回到吉隆坡开唱 并待着今晚我不孤独2.0巡演 回到家乡马来西亚 光良为歌迷献唱近30首歌 似乎带着歌迷坐上时光机 一首又一首曾经陪伴歌迷的经典歌曲 如第一次 童年 约定等歌曲响起 让歌迷瞬间回到曾经的事业 而在讲话的环节的时候 眼见歌迷格外冷静 光良瞬间转用马来西亚式的华语说话 都得歌迷大笑 来看报道 光良时隔五年在回到吉隆坡开唱 她坦诚一直很担心无法顺利举办 不过计划了大约一年的演唱会 如今成功落实 让她非常有感触 在唱朋友首日风时 光良更深的为现场的歌迷灰荧光棒的时候 不太整齐 于是指挥歌迷一句左右摇摆荧光棒 拼花的歌迷让现场的荧光棒摇摆看起来好壮观 光良的粉丝后援队也诚意十足 坐在第二楼的粉丝 为了向光良表达之时 准备了由多张小纸组成了爱心牌具 让光良发现之后融化了她的心牌 应该只想要大张一点 是谁做的啊 是我的歌迷惠吗 哦 你们怎么办到呢 你们把那票买完吗 因为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叫我那些男票的人 这个时候要把这个牌子举起来 挡住自己的脸 谢谢你们的用心 光良也在近三个小时的演唱会当中 与歌迷携手乘坐时光机演唱一手手 曾经陪伴歌迷在不同岁月的经典歌曲 让现场的歌迷一直都处于大合唱的模式 演唱的经典歌曲包括《都是你》 第四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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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良也分享在去年有机会何以为欢兵的大马女歌迷见面 两人说好要在今年看她的演唱会 可惜女歌迷却在今年二月离世 于是她在演唱《约定》时更说 那仿佛完成了与歌迷的约定 就有点像是跟小燕说的一个约定 今天希望她在天上 可以听到我们这样来一下的这一场演唱会 有趣的是光良在分享人生故事的时候 突然发现台下的歌迷都格外冷静 感到有点奇怪 于是她询问台下的歌迷是否需要用马来西亚式的华语 会听起来让气氛感到亲切 当她开启马来西亚式华语讲话的时候 引起粉丝笑声连连 在点歌的环节光良也不辜负歌迷的众望 为歌迷带来多首经典的歌曲 其中包括《回忆里的疯狂》 《天堂》《多心》《浪花一朵朵》等 其中还邀请了现场的歌迷合唱 让歌迷兴奋不已 而她在唱写给梁静武的勇气前 让每一层的粉丝个别合唱 粉丝当然不会让光良失望 无论分区 全场当合唱都非常震撼 让光良感到非常感动 她更笑说 由于原唱梁静武也在4月20号 在同样的场地开唱 因此这个环节也重复了两次 光良以最经典的歌曲同化 以歌迷道别 让一直期待这首歌出现的歌迷 心满意足 带着快乐的心情回家 是演唱会最完美的节目 谢谢大家